行政院对立法院通过的国会职权法案提出复议 院长周荣泰昨天接受职权的时候 跟在野党立委传枪舌剑 场面火爆 却有自爱难行之处 严重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 以及机关权限行使甚为巨大 蓝白联手通过立法院职权修法 行政院提出复议案 周荣泰十九号赴立法院说明六项理由 强调国会职权修法 至爱难行 喊话朝野立委站在人民立场 向历史负责 两院能携手合作 不过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席不买单 打头正直询 针对这次修法过程 反直询与周荣泰唇枪舌战 过程多次拍桌 这是国会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不是行政院长 如果你的水平是地方议会议员 你可以这么做 所以周院长 请尊重你是行政院长 傅昆席批评民进党过去 要求前总统马英九到立院 急问急答 卓氏金飞 周荣泰反驳 就是不适当才没通过 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 接棒质询 痛斥行政院复议理由 透过图卡散播假讯息 也不满竹荣泰多次插嘴 现场气氛火爆 华银国的法院 就把他送去法院 是 但是这个 送去法院就会可以行责 这个华银就是主观的认定 立法委员不是检查 民进党在国会改革 没有办法拿到一百分 因为当时的提案 有违宪之余 没有人可以站在宪法的对立面 政内立法院二十一号 就要上演复议案的表决大战 外界认为通过可能性不高 朱镕泰持续争取 蓝白立委支持 总统赖清德也喊话 期待透过充分讨论 回忆民意期待 立法院外头已经有民众聚集 民团一连三天发起轻鸟行动 国民党也号召蓝英集结 就怕双方支持者冲突升温 警方加强戒备 记者黄志杰 张敏如 邱富财 台北报导